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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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推動 招通政策要解決塞車的問題 好 那 基北的招通問題要怎麼處理 有短中長程的計劃 短程計劃就是我們推動快捷公車 我們推動很多條快捷公車的路線 分散發車讓他這些人能夠到台北去 接受本刊獨家專訪 49歲的民進黨基隆市長參選人蔡世映 大談自己從過去到未來對基隆市的規劃 短期除了透過快捷公車多點分散發車 解決市民最關心的交通問題外 也要有忠誠計劃 這還是走高速公路的路網 所以高速公路的拓寬有必要性 先做一個交流道 疏解策略 對於蔡世映來說 拓寬西指道基隆段 還有在七堵新增交流道是解方之一 另外他的長程規劃則認為要由中央主導 我們要推捷運 基北北桃是一個大台北首都生活圈 我覺得未來的基隆市長 要有這樣的眼光看這件事情 蔡世映也向企業喊話 希望內科企業總部可以外移到基隆 讓這裡成為新的科技產業狼帶 他也強調現任市長林佑昌的市政建設不能中斷 唯有他的成功接棒才能讓林佑昌政績延續 不言大